Hello 大家好 上次和大家看過騰訊的季度業績 這次順手和大家看看今年小米第一季的業績情況 看看一條大數 和之前說的騰訊不同 其實小米在營運上都出了一些問題 日常營運收的錢都真的少了 先看一看收入 不論對比上年同期和上一季還比 其實在上年跌了4% 比上一季跌了一成多 毛利也跟著跌了一成左右 其實看到這條數 收入和毛利就最容易看到 日常營運 即是小米的主要業務 購買手機 購買多片產品 營運會否出了問題 其實這條電腦也跌了一成多 其實也很明顯看到問題 之後看到最後一條數 也看到淨利潤也跌了很多 比上年跌了一半 比上一季跌了三成多 證明除了日常營運之外 中間的投資 被人罰錢等都會輸得多 所以最後一條數也會輸得幾下 這次主要跟大家看看收入 營運上有甚麼變動 以及中間的數 發生了甚麼事 先看一看毛利率的部分 看到今季的毛利率17.3% 一向都是比行業偏低 一向的情況 再看一看細看分佈的情況 主要買三樣東西 第一是自動手機 手機電話 第二是密聯網 吸塵機 電視等周邊產品 還有一個比較少聽的就是互聯網服務 主要是買廣告那些 先看一看買手機的情況 毛利率跌了 比上年同季只剩下一成都沒有 一向小米都會使用這個玩法 就是用手機減便減便 買去加大市場 如果你對比其他三十電話公司 例如你給Apple Apple賣電話的毛利率是可以去到三成多 當然Apple和小米的大加打市場不同 就未必可以有得比 但如果對比到近一點 去到Samsung那些 其實去到Profit Margin 就是賣電話的毛利率都會去到 六十七%左右 其實在對比之下 其實小米的毛利率真的低很多 其實就是 也是個策略 毛利率壓到最低 希望將電話買到最多 都是這個玩法 雖然我們會見到最後一部分 互聯網服務 即是買廣告的 其實Cost profit是高到七成多 但你不跟蘋果那些 蘋果那些有一大塊收入 其實都是來自互聯網服務 但因為小米都以賣電話 賣周邊為主 所以這條數即使再高 都拉不到毛利率上去 所以最後賣單的毛利率 只有十多個巴仙 其實也是 好像剛剛說 比同行低很多 其實現在小米最大問題 不是說你的毛利率低 那麼簡單 因為你本身 你這個市場也是 售價便宜的 無力率低 其實都可以接收 現在最大問題是 你無力低之餘 你還要出貨量都低 那麼其實看回小米自己引返 Catalyst的數據 其實比起上年同歸 全世界的手機市場出貨量少了一成 在大陸市場來說 跌了一成八 但小米其實跌了22% 其實他自己解釋的原因就是 新冠疫情影響 有供應鏈問題 其實我會看到的情況 其實會看到其他不同的公司 開始打中低價市場的手提電話 其實我們看到 Apple又出了一個SE Phone 雖然SE Phone的定價 都對比起小米的手提電話 都是偏貴一點 但你會另外看到 可能是LG 可能是Samsung 都會開始出一些 減便的手機 可能是1000多元的手提電話 去打你這個市場 所以整個市場會很難捱 就不同的是 因為Samsung LG 甚至華為那些 本身都做開中檔 或者中檔的市場 你會打下去下游市場 會比較容易 但小米本身做到下游市場 你向上打上去 其實是很難的事 所以現在這個 就是小米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 那些東西 可能會被人運到這個市場 你又被人運到這個市場 走不出去 另外除了毛利率率 其實我們最後看到 大數都是輸得了很多錢 換言之毛利率到最後 純利中間 其實會有大的變化 逐個逐個去看看 其實見到 研發開支 銷售級推廣 行政開支 這些都會 反而是 用少了錢 其實不知會不會 是說 研發取向 即是看到公司 近來都賺不到錢 就沒有錢 其實都 投資少了 做R&D 譬如研發車 那些 很流行說 那些 就不知道 不過其實這條數 也不是說差得太遠 其實差得最遠 會是這條數 就是公穩價值的改變 投資公穩價值改變 本身上一季 在賺38億 其實今季 其實輸了 額外輸了 35億 前後一季之間 差了 差不多70億 這顆數 就像上次 說騰訊的情況 又是你投資 下去公司 那些公司 輸了錢 你要計算 因為今季 那些股票 輸了錢 其實會見到 少了 其他 其下 投資很多小公司 例如很多 深圳版的創科 指數 裡面的公司 其實都會有投資 那些股票 本身的beta 就很高 就是跟著大市波動得很厲害 那其實如果 萬一個指數跌 那你都會跟著 跌得很深 所以就會令到 有一條額外輸 多了70億的數 那這裡和大家看看 現金流量表 其實我們看報表 其實都要看 現金流量表 就是cashflow 和income statement 的差別 其實現金流量表 就是這些數 真的 每天都收到錢 但是 上面這一堆 其實會有些公穩價值的改變 本身不是有錢 的變動 只不過是最後價值 變成了 最後的數 最後就是代表 這裡 這個income statement 在人民幣裡面 就會虧了 五千三百萬 那麼少 如果我們真的要看實數 就是 現金變了多少 就看回 這個報表 會比較清楚 其實我們看到 經營活動 現金流 今季虧了八十幾億 人民幣 對比 income statement 出那條五億 的數 其實是凸了很多 出來的 就看到這裡 它的註解寫 因為存貨多了 所以 就會令到 經營現金流 收少了 簡單來說 就是 你生產了手機出來 賣不出 就糟了貨 其實我們也會看到 其實經營現金流 會虧了八十幾億 但是 最後 income statement 給人看的數 只虧了五億 其實中間 我們有機會看到 可能中間這些數 會是粉飾過的 但是 相對來說 經營現金流 這些數 實際 你要計現金流 收到多少錢回來 就相對難 去粉飾一點點 所以大家 看一看 這一部分 會穩固一點 看看會不會有很大的差異 如果有差異 就要看看 之間是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看完 小米的報表 看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 毛利率跌了 之餘 你還要 market share 亦都加大 出貨量少了 小米之前 一向的 核心概念 都是把貨 減平減折去賣 盡量去加大market share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經常會說的 博利多少 其實現在見不到這個情況出現 你是 但是你銷量沒有加到出去 你反而見到 整個 中低價的手機市場 你會給了其他 比賽者 進來 但是你自己又出不了出去 你自己又做不到 中檔 或者中高檔的手機出去 令到你混在這個市場 又和人們困獸鬥 這個會是現在小米最大的問題 看到我們看有成份報表之後 今次講小米報表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兩百元 恢復 兩百元 先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